李文中有沒有在2019年 就去了所謂的威京集團代表柯文哲 跟裡面的人開會 開會的內容到底在討論什麼案子 我想檢調應該也要趕快積極的去追查 也就是我想這個柯文哲的案子 他一案接著一案 他不只要延壓 應該也是一壓再壓 這樣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 金華城案子在啟動的同時 跟余國市長在啟動的差不多的時間點 那個時候的辦公室主任是李文中 已經不是蔡壁爐了 因為蔡壁爐可能是一個不聽話的 已經被發泡邊疆去當部分區立委 可是整個台北市政府每一個環節的部分 其實都知道其實辦公室主任當時就是李文中 所以李文中才是他最大的帳房 而且李文中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溝通的窗口 所以為什麼這個檢調才會看到一個Line的截圖 五百六感謝您 這個就是朱雅虎對李文中所寫的Line的內容 所以看得出來五百六感謝您是跟李文中講的 今天不是跟蔡壁爐講的 也不是跟黃珊珊講的 所以當時李文中一定是擔任 這個所謂的威京集團跟市政府合作或者溝通的一個最重要的橋樑 另外還有就是說我們今天也看到 其實他後來李文中會轉成當捷運公司的董事長最重要的是 因為捷運公司董事長是建任何的企業財團都不需要登陸的 都不用做連鎮東路啊 所以他當時轉去當董事長的原因在這裡嘛 你現在我要開始選總統啦 你現在就趕快去當優卡公司 當捷運公司的董事長 你就是負責幫我處理企業這一塊的所有的募款 所有的溝通跟互動的角色 所以李文中當然很重要啦 所以我也希望李文中能繼續炎壓嘛 好多好像都是威京集團旗下的公司拿到 然後這樣柯文哲跟一個審刑事長也實必有一些見面 是啊其實我們也覺得很奇怪喔 尤其是在柯文哲任內的時候 包括我們的捷運的標案 包括呢色宅的標案 包括呢連物業管理公司的標案 他都是總共拿走的 等於是在威京集團旗下的紙公司 那裡面最大的一個很問題很大的一個標案就是雨果市場 雨果市場當時呢標案就是一百二十五億 結果居然可以用追加預算到六十四億 採購法的規定呢如果你要追加預算 只能不能超過五十趴 可是呢他已經超過了 但是當時還是讓他同意追加 所以這個部分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全部都是中工跟那個中工的子公司 也就是威京集團下的子公司 光中工跟他的保全物業管理公司 全部加起來總共拿到台北跟雙北 加起來有四百二十七億的標案 這麼高的標案 都在柯文哲任內給的 那這個就會讓大家起人疑鬥嘛 你剛開始除了所謂的進化城以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合作方案 還是其他的遊說方案 那所以呢我們才會去從他的子公司再去看 才發現中工是一個很大的很大的一個標 台北市政府標案最大的一個公司 而且呢當時呢像社宅啦還有捷運的話 其實當時都有很多家非常有名的營造公司來標 可是呢都沒有得到都沒有得標 然後反而都是中工用低價搶標以後 再用所謂的追加預算去灌水 然後再讓他拿到他該拿到的利益 所以這個部分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 這個柯文哲跟威京集團跟沈慶京不會單純只有金華城案 那現在呢雨果公司 周小平已經去提告了 我希望檢調能針對雨果公司進行調查 為何兩次流標第三次開標的時候是中工來 第三次第四次都是中工來 然後用低價就說好吧那我就低價拿到 但是呢我的合約裡面還讓你預留了追加預算的伏筆 這個貓寧就在合約裡面 那所以我認為說整個案子的狀況還是請檢調盡數 針對這個雨果市場部分進行調查 我覺得雨果市場也是一個關鍵的 搞不好在雨果市場裡面所達到的金流狀況 可能跟這個金華城市有關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要一併做調查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就是 呃在這個整個可能科文者可能突立 危機體團的這個過程當中 李文中是不是所謂北市府對金華城的創果 對因為李文中應該這樣講好就是說 金華城案子在啟動的同時 跟雨果市場在啟動的差不多的時間點 那個時候的辦公室主任是李文中 已經不是蔡壁爐了 因為蔡壁爐可能是一個不聽話的 已經被發炮邊疆去當部分區立委 可是呢整個台北市政府每一個環節的部分 其實都可都知道 其實辦公室主任當時就是李文中 所以李文中才是他最大的帳房 而且李文中是一個最好的一個 溝通的一個窗口 所以為什麼這個檢調才會看到一個LINE的截圖 五百六感謝您 這個就是朱雅虎對這個李文中所寫的 LINE的內容 所以看得出來五百六感謝您是跟李文中講的 今天不是跟蔡壁爐講的 也不是跟黃珊珊講的 所以當時李文中一定是擔任 這個所謂的衛京集團跟市政府合作 或者溝通的一個最重要的橋樑 另外還有就是說我們今天也看到 其實他後來李文中會轉成 當捷運公司的董事長 最重要的是因為捷運公司董事長是 建任何的企業財團都不需要登陸的 都不用做連鎮登陸 所以他當時轉去當董事長的原因在這裡 你現在我要開始選總統 你現在就趕快去當優卡公司 當捷運公司董事長 你就是負責幫我處理企業這一塊的所有的募款 所有的溝通跟互動的角色 所以李文中當然很重要 所以我也希望李文中能繼續炎壓 好他如果繼續炎壓的話 這個才有辦法去把整個輪廓給全部還原 然後從李文中口中才能逼出 是不是他要當所謂的污點證人 因為他一定知道很多的細節 你這邊有想要問一下說 因為那個董事長在臉書他們說 柯文哲跟曾經可能有喝過酒 因為曾經平常都只喝白酒 可能也會為了柯文哲開紅酒 然後他說這個主要原因是為了他標案 那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當然我覺得有可能 不然我看手頭 我們看到的在柯文哲任內 為什麼給衛京集團這麼多子公司 在他任內拿到這麼多標案 總共427億耶 這麼高的一個標案 台北市尤其台北市的標案其實在工程方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大的很多大家的工程公司 其實都可以拿到標案 為什麼都唯獨只有中工可以拿到 好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大的Money 所以我認為說他們私底下聚會 把酒言歡之餘當然是一定是提合作方案 不能不可能去那邊唱歌喝酒 然後什麼事情都不談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這樣 有些事情不方便在府裡面談 可能私底下在外面大家互動來談 我覺得那都有可能有機會 我想柯文哲在這個2018 透過很多局處去認識一些財團 那也包含了這個衛京集團 那就企業演講 所以他也獲得了一個審慶金 匯贈給他的這個字畫 是在2018年9月21號 那是不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柯文哲就建立了審慶金 跟這個直接的這個橋樑啊 這就是特別橋式特別容易喔 而且呢也開始建立了這個友情啊 那這個友情之中啊 是包含了也會一起去喝個紅酒之類 但據我所知啦 有人是這樣講啊 這個神慶金是不喝紅酒的 他好像都是喝白酒啦 那紅酒會不會是神慶金 特別為柯文哲準備的人 那大家也就知道嘛 為什麼要喝酒 那會不會是為了要橋式 那到底是橋什麼案子呢 我想不只是 所謂的威這個金華城的案子啊 在金華城的前夕還有什麼案子 我想檢調啊應該要積極的去調查 另外李文中有沒有在2019年 就去了所謂的威京集團代表柯文哲 跟裡面的人開會 開會的內容到底在討論什麼案子 我想檢調應該也要趕快積極的去追查 也就是我想這個 柯文哲的案子啊 他一案接著一案 他不只要延壓 應該也是一壓再壓 這樣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解決 其實柯文哲跟那個 沈慶金他們都會一起喝酒 呃 據說啦 柯文哲跟沈慶金啊 他們都會這個 沈慶金都會開這個紅酒給柯文哲喝啦 那我是不確定為什麼要這樣 但我相信啊 這個喝酒可能就是為了要增進感情嘛 那聊個天 這樣會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喝完酒可能比較好談案子這樣 對啦 所以就是說這個 人家說嘛 為什麼要喝酒 一定是這個 第一個 除了有好酒之外 還要有這個好朋友 還有要好事發生 那到底什麼事 我希望的檢調能夠好好的問一下 關於李文中到底去了這個威京集團 是幫柯文哲談什麼事